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盲翻天 一片哀嚎 因为外送员跟店家的系统都出状况 外送员收到取餐通知 但是店家却显示 没有外送员迟迟不敢做餐点 等到外送员上门才知道 不仅拖到出餐时间 也连带影响消费者 有民众就抱怨自己点了餐 却要等一个小时以上 又等过一小时以上了 然后就是 它就是系统在那边转 可能就是它预定时间会一直延后延后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外送员什么时候领到餐 什么时候送过来 民众店家纷纷涌入粉丝专业抗议 只是实际致电外送平台 从7号深夜至今 都尚未取得正式回应 是否会有后续赔偿 以及系统失常 和这次免外送费 有没有关系 都还有待厘清 飞行新闻张州张大萱台北报道